22投6中依然可以随意赢球 Jason Tadam以18分12注935的全能表现 带领波士顿再下一城 总决赛大比分2比0领先独行侠 这场比赛绿军全民皆兵 4人得分18分以上 而传奇冠军后卫 Joholiday 更是14投11中以超高效率轻松掠下 26分113注 对FMVP发起强力冲击 今年季后赛获了第一反常态 交出了51.3%的命中率 40.3%的三分 以及95.5%的罚球 直接进入了180俱乐部 真实命中率高达63.6% 和前几年每年都只有40% 真实命中率有天壤之别 如果你对霍尔里的要求是场均13分 他就会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高效 今年绿军顺如破竹 常规赛以历史前五的精神分横扫一切 结果赛目前14胜2负一路轻松吊打 但球迷始终对塔通姆的发挥有诸多苛责 结果赛塔通姆至今场均24.9分 9.3板6.3注一段 真实命中率54.7% 三分命中率只有28.9% 纯看数据 比如说跟对面的卢卡相比 和很多被淘汰的持球核心 比如Jalen Bronson Anthony Edwards相比 都相形建筑 很多人认为 塔通姆跟这些人比 只是队友更好罢了 甚至极端言论认为 塔通姆这种档次 就不该有老大冠军 而基德在第一场比赛更是直言 Jalen Brons才是绿军最好的球员 试图用弥箭技分化对手 那么塔通姆真的不如布朗吗 首先 塔通姆今天虽然投不进 但打得非常合理 塔通姆基本上 不会强行进行同位的单挑 而专注于寻找错位 他开场两极出手 一次是打Gafford的错位突破 在篮下收到协防 东基奇没劲 第二球他再度点到莱弗利 以及26指的干拔三分 还是不紧 第三球则是点到1米96的 Jalice Green 以及翻身跳投 还是不紧 向上和向下点名都出事不力 塔通姆开始重点寻找东基奇 塔通姆虽然第一步不快 但他普通的in and out 过东基奇还是没问题 一旦过了东基奇 独行侠就会多人协防篮下 在这个位置 塔通姆可以传给扣篮位的霍尔迪 而外线更是全空位 这球塔通姆选择回传身后的 Sam Horser 持球头手感糟糕 于是塔通姆更多采用突破 他面宽突来福利 依然可以把人过了 一旦中锋被过 篮下华盛顿只能上来协防 这时候塔通姆就可以传给 空球位的霍尔迪 轻松打进 这招屡试不爽 霍尔迪堪称空接之神 塔通姆在进攻端也逐渐发现 其实不需要去顶着东风 赌跳投命中率 他只要把中锋拉出来 然后过了人 全场都是空位 而这招其实就是今天 绿金进攻的核心 塔通姆打换防效率确实不够高 但如果你直接中锋给换防 最大问题不是能不能防住塔通姆 而是一旦中锋被牵制到外线 你的防守已经被破解了一半 塔通姆低位也是绿金进攻的 另一种起手势 塔通姆算不上什么顶级低位好手 但塔通姆在低位的价值 并不仅仅是自己得分 塔通姆低位发起千变万化 他可以做掩护人直接形成错位 这个球在低位遇到欧文 华盛顿直接就被他吸引了 塔通姆吸引两人夹击之后 直接传给莱斯塔布朗 暴空命中 塔通姆打低位 看数据不够厉害 但是总能吸引不少夹击和刷卡 这球塔通姆低位 打比他高了15公分的来福利 华盛顿这次刷卡就过于激进 然后塔通姆马上给敌脚 JACK YTD三分命中 防其他球队 华盛顿可以这么放 但驴军这帮人的三分过于凶残 这种半空位完全不能给 这球塔通姆在低位 打比他矮了7公分的格林 虽然脚步不算精湛 但依然凭借屁股 亮亮呛呛击到10时左右 这球塔通姆吸引了大量注意力 篮下莱福利协防就算了 欧文华盛顿全部被他注意 而露了身后的防守人 霍尔迪趁机空切 这球竟然没有人注意到霍尔迪 塔通姆传球霍尔迪直接轻松上篮 塔通姆22次出手 虽然全队队 但仔细去看 并非是贪攻的无脑出手 基本来自于找到错位后的出手 以及半空位三分 他的出手选择问题并不大 而塔通姆的持球攻 依然会吸引足迹下全队的注意力 无论是低位还是挡拆 塔通姆的行动 总能吸引到多个人的移动 从而创造机会 记得嘴上说布朗是最好的球员 但在防守策略上完全口是心非 结论布朗的阵地战进攻 并不能改变阵型 他一打一基本不会吸引先方 而且布朗的进攻 多以快攻和定点发起为主 今天他单打一共只有2分 而塔通姆单打有9分 布朗虽然效率不错 但阵地战进攻 对阵型的杀伤力 明显不如塔通姆 而且布朗纯一打一打的 附近能力也不够 经常在竞争距离就扔了 整个季后赛 塔通姆场均单打7.8次 实际上承担了更困难的攻坚球 而布朗单打只有3.3次 快攻和定点 是他得分的最大来源 在波士顿极其优质的 阵容环境下 布朗拿到了更简单的得分机会 通过顶级的防守 迅速完成快攻 把握定点机会 而塔通姆则承担了 更多持球核心的工作 大量在湖顶发起 吸引夹接并送出助攻 除此之外 塔通姆在防守端 也是绿军策略的核心人物 以前塔通姆经常被认为 打4号位不行 或者说塔通姆打4号位 不如打3 从进攻上来说 这个观点是对的 前锋打4号位 能带动进攻的核心逻辑是 场上可以有更多射手 拥有更好的空间 所以如果这个前锋 非常的利用空间 拥有顶级的攻框水准 和传球找到射手的能力 那么就可以最大化进攻 巅峰时期的LeBron James 正是如此 驾驭小球阵容 进攻无往而不利 数据战绩双丰收 在东部打杀特杀 而字幕格森更进一步 通过变成持球5号位 来打小球5来最大化进攻 也是一样的道理 本质是利用攻框和传球 来驾驭空间阵容 而塔通姆的攻框和传球 并不共顶级 他这几年苦练之下 进步显著 但和顶级天赋男 MEP级别球员相比 依然差距不小 这也是塔通姆 被一些人诟病的问题 他作为第一持球核心 利用空间阵容的能力 不如最顶级持球前锋 有点浪费了进攻资源 以前绿镜阵容 塔通姆也多以3号位身份出现 而今年塔通姆 打了整个赛季的4号位 这件事更重要的原因 并非为进攻 而是为防守 波士顿整个赛季 都在贯彻错防 中锋常年防一个 非中锋射手 来最大化斜防 可以确保留在篮下 交出顶级的护框 而这种防守策略的根本 就在于 塔通姆可以防中锋 塔通姆在防守端 完成的工作 并不引人注目 布朗会领防东西鞋 经常有亮眼抢断 而塔通姆的工作 更脏 更累 更容易被忽略 塔通姆整个赛季 都大量直面中锋 总决赛里 他连续队位 莱福利和加福德 在篮下 他和两米一八的 莱福利卡位 努力把他推出三秒区 然后在对手投篮后 把莱福利卡在身后 保护后场篮板 对手打双眼护 塔通姆和霍福德的 配合完美 在霍福德接管 顺下中锋的同时 塔通姆果断出局 挡住出球人 迫使对手传球 塔通姆防伤也非常好 他不会无脑斜防 在篮下 他的优先级 都是把加福德卡在身后 而很少漏掉身后的中锋 他的力量 和加福德对拼 并不落下风 加福德迅速 切下来向的时候 塔通姆会用 走步卡住对手 背部 强行让他推开 俨然一个内线酷利 塔通姆错防 中锋另一个优势是 他卓越的换防能力 可以破解对手的 一无挡拆 在西部决赛 戈贝尔最终没有尝试换防 核心原因我认为 还是不想把唐斯 放在挡拆第一线 东奇奇面对唐斯 可能是更大的灾难 但塔通姆和唐斯的防守 简直天壤之变 因为塔通姆的存在 东奇奇和欧文 第一场一度去找穷死挡拆 效果明显不入义无挡拆 塔通姆换防了欧文的时候 横于迅捷 完全不失位 后卫要打塔通姆 成功率很低 场过赛 塔通姆还要把SA5 防盗完全无法出手的回合 塔通姆从与防盗5都不吃亏 让错防在马祖拉手里 发挥出最强威力 塔通姆可以大量 站在错防阴线 也解放了霍鲁迪的体能 霍鲁迪以前在雄鹿 当牛做马 防守端身心十足 体能全部耗尽 也是他进攻端 效率始终低下的原因 而今年 几乎在当牛做马的人 变成了塔通姆 我只能说 诸葛找到了一个 真正对他好的大哥 大量在内线卡板和肉搏 肯定会影响效率 塔通姆在防守端 其实完成了 最累最脏的一份工作 并不是打中锋是最累的 错防失去防中锋 那个球员 往往是最累的存在 全场要和对手 最高 最大 最强壮的人对抗 从这个角度来说 塔通姆整个 结果在效率不佳 也有一部分原因来追这里 这里的本质逻辑 还是为了保防守 牺牲的进攻 从数据来说 这种球员看着 确实拉胯 他们的实力 确实不足以 在营修的时候 刷出数据 但数据和胜利二选一的时候 塔通姆和很多 他的前辈一样 选择了胜利 2008年总决赛 KG打得很低小 仅仅只有42%的真实名率 最终以场均18分13版 错识FMVP 在论堂上始终被压一头 甚至被黑 不是老大冠军 但对KG来说 冠军就是最美好的东西 在之后的几年 绿军甚至已经没有老大 三巨头甚至愿意 让龙多当老大 FMVP对很多人很重要 它确实很容易 让很多人的心态发生变化 甚至出现迷失 或者不传球的情况 但篮球的本质 终究是胜利 而不是个人的荣誉 塔通姆至少到现在为止 完全不在意这些 如果他真的在意了 那么胜利也许就没有了 以他这几场情况来看 即便最终一瓶球 他也很难拿到最终的FMVP奖杯 但塔通姆 依然是日球队最好的球员 这点根本无需质疑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